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觸到鱼缸之後 然後我就一直在面臨很多的問題 我發覺市面上的產品太複雜 或者說資訊並不發達 從07年開始我成立了工作室 那有了工作室之後 我就開始把身邊的這些資源整合起來 那把我所遇到的問題 徹底的把它釐清 我們為了要達到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我們必須要對品質的監控做很多細項 大部分的成員都是高知識分子 我們裡面有博士 我本身也是做事 我本人是工程學的博士 然後我們團隊裡面其實還有物理學的 還有化學的 甚至是醫學的 就是各個領域的頂尖的人才 又都是水族愛好的 其實坦克能夠給他的 絕對不是只是一個頭銜 而是真正能夠幫他解決問題的一個團隊 其實我想說 我們這個團隊組成的力量應該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才能夠開發出坦克這麼多好的產品 然後一直到現在 舉個例子來說 坦克其實給人家印象就是 在水質方面 比較專業 可是我們遇到的客戶 常常尋求的問題 可能是爭取方面 可能是過濾方面 可能是底床方面 雖然不是我們生產的 但是客戶寧可來諮詢我們 這個產品怎麼使用 而不會去詢問這個廠家 這就是客戶跟我們之間那種信賴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東西的話 配方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要做一座反復的實驗 然後對其他的生物 其他的可能不同的溫度 甚至不同的水質 能不能保持你想要 想不行的話 我們這個配方就得去掉 或者是甚至得推掉 從頭再來 其實坦克在對客戶這一端 我們希望客戶能夠做到就是 真誠 就是你真心誠意地去面對你所有的客戶 讓你的客戶會因為跟你接觸了 喜歡上這個東西 而不是說去為了盈利 而去欺騙你的客戶 那我想對這行業是不好的 像一款產品的話 我們可能會做四到五種 把這些萃取的東西給弄出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混合 然後混合完之後 就像剛才講的 我們瓶子是透明的 你如何讓它混合完的這個東西 在你這個瓶子還能夠表現出這個樣子的東西 你中間的過濾 甚至裡面的溫度 甚至我們會做高低溫 做溶解度的測試 降下去之後 讓它基本的形狀出來之後 然後最後面就是保存 保存的部分的話 你怎麼讓你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保存了很久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步驟 都是一直做熬核萃取 熬核萃取 然後一直到你想要的那個東西出來 之後就會出現我們的成品 我們現在在全球 像歐洲、美洲、亞洲地區 我們都有在儀商或經銷商 那以中國大陸這邊來看的話 整個中國市場我們大概有1000個經銷商 那全球各地的體驗用戶的話 目前已經超過千萬 對,有相當多的客戶使用過坦克的產品 我想未來坦克要做的事情是 整合資源 還有就是制定標準 這是我們想做的 我們魚缸裡面有很多的 有水草、有魚、有蝦 其實它不是很單純的 加東西進去交給水草吃掉 可是它還要防止對其他的生物的影響 所以它的配方的話 以及它的實驗我們都做了很多 推翻我們原始的這個配方 推翻了好多次才打出了一個 我們覺得滿意的產品出來 我們很專業 而且我們很執著 專業加執著 客戶覺得我們產品好用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款產品 我們其實經歷過非常非常多次的反覆實驗 失敗、推翻、重來 這樣子 然後甚至我們整個的配方 也至少做過四次或五次的改版 一直達到我們想要的那個效果 所以我們客戶抽到這款產品 其實它不只是一瓶藥機 它可以是說解決水草很多很多問題的一個最佳方案 我想說的不管今天你是愛好者 還是在經營水井這方面的 坦克是你可以新來的夥伴 而且他們是非常的專業 非常的真誠 現在大家看到坐在我身邊的 就是坦克水質研究團隊中的 技術研發總監 林東蔚、林先生 大家好 大家看到我手中那種小紅瓶呢 就是坦克的全頭產品 坦克除藻劑 那麼這款產品呢 目前在全國三十個省、兩百個城市 超過一千家店鋪在銷售和使用 也有超過一百萬以上的水草愛好者 體驗過這款產品為他們帶來的水草養殖快樂 那麼接下來就由林總蔚、林先生 為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些產品 是如何使用和如何搭配的 大家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款產品 是我們坦克專家的除藻酵素 然後它跟市面上除藻劑 最大不同有下面 像第一點 市面上除藻劑你在使用工程中 容易傷到 傷魚、傷草 甚至有些除藻劑刺激性比較強 會容易傷害到我們的消費者 自己本身 然後我們這個除藻劑的話 我們這個產品 我們這個產品除藻酵素的話 就會避免這個問題 它不會傷害水草、不會傷害活體 也不會傷害我們使用者自己本身 然後它的原理是 它是根據生物的高低等 然後它越低等的話 像它 藻類跟水草比起來 藻類它是比較低等 所以它的細胞幣比較薄 然後我們這款除藻酵素 它就會穿過它的細胞幣 然後讓它裡面的細胞死掉 所以它是利用生物高低等的方式來分辨 所以使用我們這款除藻酵素的話 在魚缸裡面就只有藻類會受到傷害 然後你的水草或者魚都不會有事 這樣子 然後第二點不同的地方的話 就是市面上它的除藻劑 它對於藻類的處理程度比較單一 它可能沒辦法像魚缸裡面所有的藻 都可以一起殺掉 因為它沒有辦法把魚缸裡面的藻 全部一起發生作用 所以你在使用的話 你會發現 怎麼有些藻都沒辦法處理掉 就是因為它的特性 沒有辦法針對那個藻 然後我們這個除藻酵素 它算是一個混合式的 我們做過實驗 把不同的除藻酵素 對不同的除藻不同的功能 我們用特定的比例把它混合起來 所以我們這款產品 對魚缸裡面的各種藻類都有用 它所有的藻類都可以殺 特別是最難處理的黑毛藻 然後我們這款產品的話 它在使用上面的話 會有一個規定的劑量 它這個劑量是需要測試的 我們規定的劑量的話 最好是你平常先照上面所指示的 這樣子劑量大約三毫升 五十公升裡面加三毫升這樣加 然後你發現你裡面的魚跟蝦 沒有出現一些飛舞的動作 再慢慢往上升 一直升到這個魚蝦產生飛舞了 這就是我們的規定劑量 以後你這個魚缸 就都一直使用這個劑量就可以了 為什麼會根據要用測試 是因為各地的水質不一樣 你各地的水質不一樣的話 你這個儲藻消除要發生作用的劑量也會有不同 所以的話我們這款產品的話 需要先做一個測試 然後測出你的使用劑量之後 然後再去使用 然後我們這個下面的話 還有分成三個狀況 然後這三個狀況的話 是根據你魚缸不同狀況 然後來使用這個儲藻消除 第一個狀況就是你魚缸裡面 已經全面都已經長滿藻類了 這時候我們比較建議就是 你倒在我們上面這瓶蓋裡面 50升用根據劑量 然後倒在這個瓶蓋裡面 把它倒到魚缸裡面 這樣它會全面處理掉 我們整個魚缸裡面的藻類 然後假如你是局部有很頑固的藻類出現的話 我們比較建議你試用點噴的方式 你先拿我們剛才測出來的 使用劑量的三分之一 然後加水大概加成十倍 然後你用像是我們的打肥器 或者是針管 然後把我們的粗藻劑給吸起來 然後打在那些比較頑固的藻類上面 然後打完之後你可以發現 以黑貓藻而言 大概十分鐘你就會發現它已經變紅 到隔天它就變白它就已經死掉了 然後第三種的話它是有預防的作用 就是你魚缸沒有藻類 其實也可以使用我們這個產品 你大概每個禮拜加 我們使用劑量的二分之一加進去 它可以讓你的魚缸預防藻類的出現 因為它魚缸剛開始有藻類出來的時候 你這個預防的劑量就可以把它殺掉 讓你的魚缸不容易出現藻類 然後我們剛才講我們這個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除草酵素我們剛才講 它的處理方式是高低等 可是其實有部分水草 它算是比較低等的 然後你使用這個的話 你會怕傷害到它 所以其實我蠻建議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 除草酵素你加下去之後 然後大約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換水大約三分之一 這樣子就可以避免它 會傷害到你比較低等的水草 尤其是像消費者它不容易分辨哪些水草是高等或低等的話 其實你在使用完我們這個除草酵素 然後我們建議的話 最好是先換水上面自己來保證 然後達到止除掉藻類的效果 我們這裡有一個注意事項 就是我們剛才講 我們這個除草酵素的話 它是根據生物的高低等 然後其實有些水草它也是比較低等的 所以你使用的話 有時候會出現傷害 水草的現象 然後為了避免這個的話 我們建議是換水三分之一 所以因為我們這個魚缸的話 其實我們要保持一個魚缸 大部分一到兩個禮拜都會自己做換水的動作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剛好在換水前 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 來做預防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達到預防的動作 然後又可以達到每個禮拜有換水的動作 這樣子就可以保持你的魚缸 不會出現藻類 然後也不會有過多的廢料 過多的不好的東西在魚缸裡面 然後就用換水的方式一起把它換走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一款是我們的白點去除劑 我們這一款白點去除劑的話 就是處理魚身上的白點 然後它市面上有很多白點去除劑 我們跟市面上的白點去除劑不一樣的地方是 市面上在使用市面上其他的白點去除劑的話 都需要升溫 大概都需要升溫到28度以上來搭配使用 這樣子才會讓它的白點去除劑發生作用 然後我們這款產品的話它不需要升溫 你就只要在你魚缸普通正常的溫度下使用的話 它就可以達到去除白點的功能 然後第二個不同的地方就是市面上的產品 很多都是用化學的方式 它是用很刺激強烈的方式來處理魚身上的白點病 可是我們這款產品的話它是用 我們是天然的成分不含任何的化學成分 所以它算是相對比較溫和的方式來處理魚身上的白點 這樣子你處理完魚身上的白點的話 其實魚的致死率會比使用其他的白點病低很多 而且它的功效也會比較強 因為它算是用天然的成分 然後第三點其實它使用市面上其他的白點去除劑的話 大部分的整個療程都需要一個禮拜以上 然後你看我們這款產品介紹 其實使用療程的話也是一個禮拜 其實可是你大約在第三天或第四天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魚身上的白點區調 所以我們這款產品的處理的速度也是相當快的 然後我們這款白點病最大的特點就是 可以在草缸上面直接使用 因為我們這款產品它是屬於天然成分 它不會傷害裡面的水草也不會傷害魚 所以我們這一款應該是可以說是現在市面上 非常少見可以在草缸裡面使用的白點去除劑 像我們魚缸一養的時候 養久有時候常常會出現蝸牛 然後我們魚缸本來是很漂亮 可是出現蝸牛我們是挺討厭的 可是鳥一個一個用手抓挺麻煩的 所以我們就開發這款除蝸牛劑 然後它跟我們除草劑一樣 它也不會傷到水草 然後也不傷活體 所以你只要按照我們上面的指示 然後去使用的話你倒下去 因為它因為蝸牛的話它是黏膜生物 它身上有很多黏膜 我們這個藥劑的話會特別刺激它的黏膜 所以蝸牛就很容易死亡 你倒下去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蝸牛好像受到刺激一樣 它就開始從魚缸往上爬 然後它爬爬爬 過一陣子它就從魚缸屁上掉下來就死掉了 所以我們這款產品的話 對於除蝸牛特別有用 然後可是很多人可能會擔心跟蝸 有些人會養蝸嘛 這時候的話其實就像我們講的 它蝸牛跟蝸 其實它身上的黏膜的程度不一樣 所以你在使用你的魚缸裡面 有出現有養蝸的話 你在使用你就自己要控制一下這個劑量 然後試著一下看到蝸牛出現反應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蝸還沒有反應 你蝸牛出現反應這個時候的劑量是剛好的 然後進入這種方式可以把你市面上 常見不需要的蝸牛都去除掉 除蝸牛的速度特別快 你倒下去它大概兩分鐘之內 你就會看到它受到刺激一直往水面上面爬 因為想要脫離這個環境嘛 可是它泡在水裡沒多久它就會死亡 你大約到隔天你就會看到很明顯的現象 然後很多大部分的蝸牛都會受到刺激然後死亡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款產品是 極致系列的保護劑 我們極致系列保護劑你可以看到它是 它上面有寫它是除藻 以及除蝸牛跟除蝸蟲 它其實就是我們坦克這兩款產品的中和 然後它一直保持著我們極致系列的特點 它的濃度其實是加倍的 所以它的整個使用量是我們整個坦克的 大概就是一瓶大概會比四瓶 對 然後它的功效跟我們的 跟坦克的除藻跟除蝸牛一樣 然後我們把它的成分加在一起 然後刨除掉一些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然後把它研發出這款產品 這個保護劑我們非常建議 平常的時候就算沒有出現蝸牛 或者是除藻都可以添加 然後出現一些抑制的作用 我想聽了林總監的給大家講解 大家更加喜歡坦克的產品了 也想把它收入囊中 盡快使用到自己的水草缸裡 讓自己的水草長得越來越好 自己的魚也越油越快樂 那麼接下來還是老話題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分辨坦克產品的真偉 大家知道坦克產品的 每一個產品的底部都會有一個防衛碼 如果其他瓶裝的吧 瓶裝的全部會在底部會有防衛碼 這個防衛碼是藍色的 然後它上面會有一個防衛電話 只要您撥打這個電話 然後再輸入裡面的防衛編碼 就可以查詢這款產品 是否是真的坦克產品 希望所有的坦克愛好者 都能夠買到称心如意的坦克產品 並且讓自己的水草缸越長越好